《高森行仪》 在《三十信念》的第一十经文中说到 这四句话点破了人间多苦 而修心就是通往极乐净土的关键 我们在之前的集书中曾经谈过 在元朝的统治之下 全国人民分为四等人 在元朝时 若是身为汉人或南宋移民的男人 生活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此时佛教的极乐净土之说 或许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点希望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余远炫老师 来跟我们讲讲 当时这两种人的生活情况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老师您请坐 老师不能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汉人 那又什么又是男人呢 在这个元朝时候 所谓的汉人男人 他的定义上是不一样的 那蒙古人我们一看就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人叫色慕人 色慕人就是其他的当时的国外的人 所以叫色慕人 就是西域那边的人 那汉人男人就难分了 因为基本上都是汉人 只是说时代有一些区隔 就是正式背景上面不一样 所谓的汉人是指 金朝统治下的这些汉人 那男人呢 是指南宋所统治下的这个汉人 其实他们都是汉民族的人 可是汉人男人 因为正式上就是金人统治 跟南宋的统治不同 而有这种不同的称呼 因为元朝呢 他们在至先灭亡金朝 在灭亡南宋 所以对这个金朝人来说 他们把他定义叫做汉人 那对南方的这群 在杭州的这群被灭亡的 南宋的这群人呢 就称为叫南人 怎样是比较以收入版图的 前后来分这两群人就对了 对对没错 那在当时他们的生活处境 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成为王国奴 基本上就是不自由 所以不管是金朝 或者是金朝的汉人 或是南宋的这个男人呢 他们都有种不自在 不自由的感觉 因为他们国家被灭亡了 元朝灭亡他们的国家 所以心理上面来讲呢 他是有这种被灭亡 亡国之痛的 那这群人亡国以后呢 心里头你想想看 就是你一定就是变成 比较次等的这个国民嘛 元朝进来统治以后 最受推崇的 最欢迎的 势力最强大的 应该就是元朝自己本族的人 蒙古人 蒙古人是最尊贵的 再来跟蒙古人很亲近的 西域的这些胡人 所以有这种亡国之痛 这种在阶级上面来讲 自然而然就有了距离 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 蒙古色目汉人男人 我们会这样子区分 但这种区分在蒙古的时代 在元朝的时代 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 官方的文书上面去记载说 你叫做汉人 你叫做男人 这没有 这完全就是 这种因为阶级不同 你所产生出来的 一种那种方式 不用说就明白了 不必说得那么清楚 我们之间就是有一道鸿沟在 我们看这个元曲的时候 有所谓的元曲的四大家 那四大家里面像观汉清 名气这么大 这么想 可是观汉清的生平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 因为他是不被注意的人 他是没有地位的人 除了汉人男人 还有这个蒙古色目之分以外 其实在社会阶级上面 自然而然就有所谓的 这种更细腻的阶级分布 一官二立 这样分分分 分成十等分 读书人分到第几等 分到第九 所以过去有人讲说 读人叫臭老九 名称就是从这个元朝这边来的 他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级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元朝的这个地位上面 读书人是非常没地位的 也不能说蒙古人不读书啦 就是以那个时代来讲 他们多半都是去打仗 去发动战争啊 去打仗啊 不太怎么去涉略书籍 会读书的一定是这群 汉人男人 尤其汉人男人当中的一些读书人 社会地位还更低 更卑微 这种层次就产生了 很多很好的读书人 写了很多的这种元曲 甚至是杂句的这群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说 他到底他的那个生存的一个时代 他的生平的事迹 他那些什么东西 因为他的地位太卑微了 除了作品留下来以外 其他基本上就看不到 刚刚老师您也有提到 读书人在元朝是不太有地位的 是不是乞丐高一级而已 对 但是元朝后来还是有科举制度啊 就是因为瞧不起读书人 然后你可以用武力取得天下 但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武力去治理天下 那你现在管理中原这块土地这么大 你难道用这种杀戮的方式吗 不太可能 因为蒙古毕竟他的这个种族人 是比较少的 是比较少数的民族 你要统治大多数的汉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改变方法 所以元氏族忽必烈 那时候他就第一个提倡汉化 就是到元仁宗的时候 元仁宗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儒家的爱好者 所以他是能够接受汉化的 所以他当皇帝之后就把科举恢复了 对 所以在这个恢复科举考试在延幼年间 所以这叫延幼取科 延幼取科呢 把这个科举制度重新恢复 到这个时期呢 其实科举制度已经中断了 从这个南宋算起的话31年 如果从经朝算起的话 81年你没有这些人才出来为你国家做事的话 这个元朝一定是没有办法变得长治久安的 他看到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他恢复了科举 老师那他当时汉人跟男人的这种生活背景之下 跟中风名本禅师他被称江南古佛 这个有没有有点关联性呢 江南古佛指的是这个中风名本禅师 在江南地区的这一带的活动 这是地名嘛 那古佛是他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当时人对他所做的一个尊称 那为什么会称为古佛呢 就认为说他修行的这种方法 就跟佛陀在世的时候 跟他的这个中弟子修行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不叫不是非常的富裕的 这是非常的辛苦清修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佛陀的弟子里面有一个叫加业 加业的对对对 他的修行的方式其实就叫做投陀行的方式 他修了十二投陀 那中风名本禅师他坚持的就也是这种的修行 那这种修行呢 有什么样的特色 弟子问佛陀说 我们要该怎么样吃啊 怎么样穿啊 怎么样住 就是僧人的这种生活的规范 他说你成为一个僧人的话 你的穿着上面 你穿什么 你穿的叫做避纳衣 或者我们叫粪扫衣 就是你从好像从垃圾堆 垃圾堆里面找出来衣服 清洗清洗 你就可以穿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执着在你的穿上面 他能够避体就可以了 穿不必穿得太豪华 然后吃什么呢 人家给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你不要想着说 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我吃什么东西 就是随缘给你东西 你就吃 那你要住哪里 住哪里那不重要 你可以住在坟场里面 也可以 你再住在树下也可以 或者这叫做 住叫做阿兰若处 就是你随心所欲 住到哪里哪个地方 就是你的心可以平安的地方 就是你的住处 所以这种头驼行 在中风明本禅师来讲 是他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因为中风明本禅师 他是灵迹中的禅师 可是但是思想上面 他是这样 可是在行为上面 他更像是一个 净土中的一个修行者 所以他是禅禁双修 禅禅合一的人 就是他白天 他不断地在劳动 他是劳动他的身体 去在做事情 到了晚上安静的时候 他就会去读他的书籍 认真的去修行 打坐 所以他是这种 在实现佛陀时代的 那样的一个修行人的 那种状态 那这种状态 所以也有人说 中风明本禅师 是不愿意当住持的 以他的这种声望 累积出来的 你应该可以当一世的住持 可是他是不想去当的 很多人就邀请他说 我建个寺庙 让你来当住持 他是拒绝的 他认为修行的人 应该要持的这个本分 并不是在于说 他要去当住持 对这种修行的观念 他秉持的态度 就是用这种所谓的 投驼行的方式去做 那投驼行的方式 行得越深入越多 其实佛法就越常在人间 这也是他的一种坚持 所以他就被称为叫做 江南武佛 感谢老师的说明 感谢老师 谢谢 当时的大时代 将人民分成了四个阶级 阶级的不公 造成人民心理上的痛苦 明本常师 针对时代的需要 设计出了一套 说法的方式 让人民有了一个 向往跟皈依 人们因此尊称他为 江南古佛 每位高僧 都是从自己的生命处境 和时代处境 从佛法中 去寻求一个 借举的方法 感恩您收看 今天的高僧行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 请继续收看 请继续收看